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倒立的火撑 对臂力的这种练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骑到脖子上浮墙的这种蹲起练习 都可以加大我们的腿部力量 这些练习方法当然很多等等 我们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做一些相关的力量练习的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学生 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力量练习的一些示范动作 二 速度力量的训练 散打比赛中运动员使用摔法 要求在克服脚大阻力的情况下 表现出高度发展的速度力量 此时肌肉的体积有较大的作用 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拳法和腿法 需要多次发挥出速度力量 此时其主要作用的不是肌肉体积 而是肌肉和肌肩协调以及肌纤维的快速收缩能力 肌内和肌肩协调能力提高 技术动作也就更加符合力学特征和时空的特征 肌肉也表现出良好的速度力量能力 举例 速度力量 比如小的 哑铃 杠铃 快速冲拳 快速推举 哑铃的一些冲拳的方法 这些都有助于速度力量的提高 我们可以请两名学生做相关的速度力量练习 介绍一些相关的方法 三 力量耐力训练 力量耐力训练的方法原理 三打运动员的力量耐力反映的是一种 在规定时间内反复完成比赛动作所要求的高水平的肌肉收缩能力 三打运动员力量耐力的发展 取决于比赛条件下的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 决定三打运动员力量耐力水平的主要因素 是最大力量水平和能量供应系统的强度 容量 灵活性 节省化以及肌肉抗疲劳的能力 比如力量耐力训练 可以在天井场小腿绑着沙包 穿着沙背心进行耐力练习 一千五百米 三千米 五千或者一万 还有穿着沙背心也好 或者负重进行全法腿法的击打练习 两分钟或者三分钟等等 二 速度训练 三打运动员的速度 是指运动员快速完成动作的能力 快打慢是三打运动的一个客观规律 因此运动员的速度能力 在三打比赛实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速度训练方法 一 重复反应法 运动员通过视觉或听觉 完成规定的单一性应答动作 例如 抱号击把位 运动员根据教练员抱号的位置 分别击打不同的把位 又如 量把击打 教练员事先规定好击把的位置和把面 以及运动员相应击打的动作 反复量把引起运动员最刺激的反应 重复反应法 主要是用于提高运动员的简单反应时 二 视觉反应法 在三打比赛中 运动员主要靠视觉判断对手的进攻方向 和攻击动作的运行路线 随之果断确定适宜的攻防动作 快速运用各种技法 防护自身或反击对手 视动反应法 主要用于提高这一反应过程的 观察对手动作变化的反应能力 和选择反应能力 三 变速训练 变速训练法是一种有节奏的变换速度 练习强度的训练方法 过多采用极限强度的重复练习 有可能导致速障碍的出现 变速训练法既可打破极限强度训练单一化 又有利于运动员更轻松的 更省力地完成技术动作 是有计划的提高速度能力 和预防速度障碍的有效训练方法 预宣激发运动能力 这种方法是在速度练习之前 或速度训练之间 采用特定的练习激发运动员的 机体机能能力 在后效应作用下提高速度训练的效果 预宣爆发性用力刺激 在三打专项速度训练之前 先完成一至两组 上肢或下肢爆发性用力的练习 通过充分调动机体 进入良好工作状态 提高速度性练习的工作效率 递减阻力训练 速度练习前 运动员进行由重到轻的负重练习 由于阻力的降低 对于提高动作的速度 有着良好的训练时效 例如 首先采用加重复合 重拳套 护腿 沙袋等 进行空击 然后使用标准复合进行空击 最后没有复合进行空击 声响节奏导引训练 教练员通过掌声或节奏器 冥想发出速率指令 运动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 跟上信号的节奏 完成拳法 腿法或拳腿组合动作 努力适用和建立更快的速度节奏 三 耐力训练 三打运动员的耐力 是指人体在长时间复合下抵抗神经 肌肉疲劳以及疲劳后迅速恢复的能力 耐力素质对三打运动的影响十分显著 三打比赛要求运动员 具备一场三局坚持到比赛终结的充沛体力 保证即占入的运用和发挥 三打运动员耐力素质的训练 运动心率对于134每分钟的复合刺激 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有氧耐力 发展无氧耐力的强度 通常以运动员以最大能力的90%到95%的强度为主 也可以采用四最大强度至最大强度的各种复合强度 发展体力的训练强度 同发展无氧耐力 有氧耐力训练的休息间歇时间不易过长 过长会引起后续训练技能的能力降低 可用心率控制间歇时间 当心率下降到120次每分时开始下次练习 大强度的无氧练习 在每组练习之间应安排较长的休息时间3-5分钟 以保证训练堆积的乳酸可以氧化 使运动员在基本恢复时开始下一次练习 体力训练则应缩短间歇时间 使机体建立起具有三打运动特征的适应机制 一 耐力素质训练方法 一 提高有氧耐力的训练方法 例如间歇跑1000-1500米 二 提高无氧能力的方法 极强性间歇跑 例如60-100米的间歇跑 100-400米的间歇跑 四 柔韧训练 三打对引动员柔韧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肩 肘 腕 腰 宽 腿 怀管节的柔韧性训练不足 会造成肌肉韧带僵硬 动作幅度响 这不仅直接影响三打技能的提高 而且阻碍着力量速度协调能力的发展 还以使劲度员在训练中发生损伤 柔韧训练的拉伸练习 可用缓慢的速度 也可以用笔咒的速度 柔韧训练基本方法 有动力性拉伸法和静力性拉伸法 比如动力性拉伸 我们平常的踢腿 像正踢腿 外摆这种 理合这种拉伸 肩臂的 握杆转肩等等 下腰 这都属于动力性的拉伸方法 那么静力性的拉伸 向着蕾木的压腿 在上面压腿 匹刹等等 都属于静力性的拉伸法 五 抗击打力训练 较强的抗击打力 是一名优秀散打运动员 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如果抗击打力较弱 一旦被对手的重拳 重腿击中 或是遭受对方的重摔 都会影响技术动作的运用和发挥 进而从心理上 动摇取声的信心 导致技术失调 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没有足够的抗击力 在遭受对方中击后 就很可能被对方击倒 并由此而失去整个比赛 抗击力训练的手段有很多 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拍打训练 自我拍打 相互拍打 比如说 头部拍打 对头部的拍打 身体的拍打 特别是腹部和两肋 可以开始轻一点 后边随着自己的功力的提高 可以注意点 全垂 两肋的 变成沉气 后背大走 相互间也可以这样做 还有就是跌法 倒地的训练 进行前倒 后倒 后倒 側倒 这些练习 包括前滚翻 后滚翻 等等 第三 模拟实战训练 结合实战的一些相关的条件和要求 模拟实战就是比如说针对某某运动员它的特点 它的边队好 它的重拳好 进行训练 这样可以达到有针对性的训练效果 三打技能训练的三个尽量要求 一 尽量减少错误 二 尽量不漏动作 三 尽量不要后退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战术 设计三打战术的原则 按照三打动作功能的原理 设计战术 按攻防坚固的原理设计战术 按控制与反控制的原理设计战术 按灵活多变的原理设计战术 按对方实际情况设计战术 那么三打的战术形式呢 一共有14个 我们要了解一下 三打战术是根据比赛双方的各种具体情况 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计策和方法 自古以来兵家以谋为本 明代的刘伯温在《百战齐掠》中所说 用兵之道以技为首 三打战术也是以谋略为主 随着三打运动的发展 比赛中运动员技术水平和竞技能力日趋接近 单凭身体技术战胜对手的现象逐渐减少 良好的运动素质和技术水平 只有通过一定的战术形式表现出来 才能在比赛中有更多的取胜机会 因此三打战术构成是三打训练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的作用就是在于把运动员已经获得的身体 技术 心理等训练成果 根据比赛双方的具体情况 综合应用 其核心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 造成有力的态势掌握主动 三打战术的形式与运用 是建立在一定的身体 技术 心理 智能基础之上的 同时三打战术的培养 反过来对运动员的身体 技术 心理 智能的训练水平有交好的促进作用 三打的战术形式是指为了完成战术意图 而由各种动作组成的具体方法 三打以它丰富的技术内容和相生相科 相互制约 相互转换的技术规律 为三打多彩多姿的战术形式提供了限决条件 三打的战术形式包括 直攻战术 强攻战术 阳攻战术 迂回战术 智长战术 智短战术 多点战术 重创战术 突袭战术 反击战术 下台战术 边角战术 体力战术和心理战术 三打运动员赛前常见心理障碍及其客户的方法 一 想赢怕输 运动员在赛前对比赛的胜利一方面期望过高 另一方面怕输给对手而产生的矛盾的情绪状态 都会导致赛前过度紧张 精神亢奋 没有食欲 很难入睡 自信心下降等情况 这对运动员身心的消耗极大 使得运动员在比赛前就感到乏力 上了一台比赛时想进攻又怕遭到对手的反击 优柔寡断 过多注意比赛得分 而不是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技术与战术能力 客户想赢怕输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导运动员 把思想集中在比赛的过程上 多考虑比赛时如何发挥自己的竞技水平 不要考虑比赛的结果 教育员赛前要避免过分强调比赛的重要性 或对运动员提出过高的要求 让运动员多回忆过去比赛成功时相关的体验 帮助运动员提高自信心和稳定情绪 正确对待比赛的结果 二 惧怕对手 有的运动员在赛前不相信自己的实力 对比赛缺乏必胜的信心 这种惧怕的心理会使大脑皮层的固执系统产生混乱 情绪低落 自信心下降 引起运动员机能失调 消极对待比赛 在擂台上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新手会遇到名机大的对手时 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客户惧怕对手心理障碍的关键 是要帮助运动员处理自信心 正确地对待比赛 激发运动员的斗志 把消极的情绪转发为积极的情绪 要帮助运动员分析自己 分析对手 找到有望战胜对手的有效方案 此外要教育运动员摆正自己的位置 平衡自己的心态 放开手脚 尽力打出自己水平即可 不要过多地考虑是否能战胜对手 第三 盲目自信 运动员赛前过高地估计自己 而过低估计比赛对手的实力 甚至对比赛的对手不限一顾 相信自己能够轻易取胜 即俗话说的清敌 运动员产生清敌后 注意力分散 注意强度下降 不重视即将开始的比赛 对比赛不做认真的准备 自以为是 比赛时 一旦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 即心情急躁 或乱拼乱打 或束手无策 预防运动员产生盲目自信的关键 是赛前要教育运动员 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 充分估计在未来比赛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 做好大硬仗的准备 使运动员做到欲强不拒 欲弱不屑 胜不骄 败不奶 始终处于良好的战斗准备状态 第四 注意分散 运动员在比赛前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 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开始的比赛方面 以通常所说的分心 以致赛前无私乱想 赛中反应迟钝 克服注意分散要从平时的训练抓起 在日常的训练中 要培养运动员专心致志 认认真真的习惯 可以进行一些专门的注意调节训练 在赛前通过模拟训练 提高运动员抗干扰的能力 赛前准备活动时 要想象如何与对方交手 比赛时通过自我暗示 使注意集中在比赛上 第五 兴奋过度 运动员在赛前 不能把自己的兴奋水平 调节在适宜的程度或时间 兴奋过头或兴奋过头 兴奋过头会使运动员思维能力降低 注意力不能集中 情绪激度 比赛时动作变形 兴奋过头 则赛前 无畏地消化大量的能量 上来这台 感到四肢僵硬 软弱无力 不能正常发挥竞技水平 预防运动员赛前兴奋过度的关键 是在平时的训练中 通过各种心理训练的方式 方法 提高运动员的自我控制 以调节能力 使运动员赛前的兴奋 事宜 事实 此外 抑制消神 情绪低落 体力下降 对比赛缺乏信心 甚至无意参加比赛 可服运动员消极大默的方法 是帮助他们端正比赛的态度 重述比赛动机 和运动员一起分析 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制定出具体的比赛方案 增强运动员的自信心 鼓励斗志 激发参赛热情 此外 要防止运动员赛前迫度训练 好 关于我说散打理论部分内容 我们就上了这 作为一项具有竞技性 体育性 对抗性的运动 散打的优势 以及百折不挠的品德修养 近年来 深受广大同学们的青睐 从而使这一体育项目 不断在高校中 得以广泛的开展与实践 同学们 这堂特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